这个P6维修的话,就是清晨的话,首先就这样,我们要准备的工具有电梯,酒精和五层布,好,我们第一会的话,先把机器翻转,保持机器的固定模式,一,二,三,四,五,然后用电梯将模式,转开, 放在另外一边,别丢湿了,然后翻转机器,把面带,等面带一边, 然后,首先第一步是将这个,LCD屏的这个接口,给它盛开,这个接口的话,是往上先,先开,然后再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然后将这个,分散线,五层线,和喇叭线,进行拆除,然后导致土板,五颗固定模式, 将机器卸转, 锁着半一边, 这个滑盖,一定要记住,滑盖一定要移开, 不移开的话,万一你转转的话,主板一压,就会压到这个东西,就把主板的开关,等压坏掉,将主板移出, 流出之后,导致机器内上盖的,四颗固定模式,一二三四,将其, 进行拆开, 把机器内盖打开,注意,这个皮别拉扯掉,然后的话,首先我们第一个, 第一步的话,就是将这个,LCD瓶拿出来, LCD瓶拿出来之后呢, 这上面有张点,来找个特写, 还近一点,这有个张点, 那么我们可以用酒精, 将其,不要直接喷它, 我们放一边,先把无吞布, 如果有条件允许的话,有机箱的话, 我们可以用机箱进行一个推试, 推一下,看能不能吹得掉, 这个是可以吹掉的, 这一边也是, 两侧都是一样的, 好,在里面我们就轻易玩了, 如果说,吹不掉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 把酒精, 把酒精吞在, 吞在和风扑上, 然后用无吞布, 这边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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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器拭完之后, 我们将银放置到一边, 然后将这个, 隔热玻璃, 拭出来, 隔热玻璃记住, 有正反两面, 千万别找反了, 它这个有, 有亮面的, 这个很亮的一面, 是对着灯的这一面, 千万别装反了, 装反了的话, 显示会异常的, 那么我们同时把这个银拆, 把这个隔热玻璃拆出来之后, 我们也要进行一个, 观察, 清晨, 首先找到, 气枪, 两面, 让它吹一吹, 吹完之后, 有一些, 伤点, 切掉了, 那么, 我们一定要, 用清理盆的方法, 一样的, 加热玻璃, 进行擦拭, 清理盆和隔热玻璃的时候, 切记, 只能不可, 直接接受这个, 隔热玻璃和停的, 正中间, 清理完之后, 我们同样换出的鱼边, 然后, 我们将这关岛, 进行一个, 开除, 把散热器往上拉一点, 这个银持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 把, 把, 金尼尔静和, 关岛, 进行分离, 然后, 也确定了, 吹完之后, 现在, 我们这个, 还有一个, 推进, 就是这一个, 我们今天将这个, 激情校正的这个, 抽动环, 把它进行拆除, 拆除之后, 然后, 按住这个地方, 把它往上一提, 这一块, 推进热玻璃就出来了, 那么, 我们也是, 推进的话, 基本上, 推一推就可以了, 推完之后, 我们首先, 现在是把机器装回去, 也是, 首先是先装这一块, 后飞, 我们先把后飞装起来, 扑动环, 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之后, 那我们, 我们先, 现在要装的是哪个呢, 首先, 先装这个, 年老吸菌瓶, 这上面有钻点, 因为工具中有, 有那个, 小钻点, 我们看不到, 清承, 用气箱清承的时候, 手指头最好是把这个瓶的排线抓住, 要不, 气流一冲, 这个排线就会把这个瓶给刮刮, 好, 同样的, 木色, 木色, 斜着一点看, 就是看, 能看得很清楚, 斜着看, 就看得很清楚, 现在这个瓶已经清理完了, 你看, 这里有个单表,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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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三点, 这一点, 这个三点, 那么我们, 进行一个擦摄, 看完之后, 吹一吹, 逆用气流, 把酒精剧发掉, 嗯, 我们先安装屏的目的就是要方便我们观察不到这个屏是否已经安装到位 安装停止后然后我们再装隔热玻璃衣 同样把隔热玻璃衣 观察一下 观察没有当年的时候隔热玻璃衣有两面一面是黑的一面是白的 那么我把白的一面对准这个灯 然后同样的道理将它安装到它该道的位置 安装到的时候轻轻用手指头压一压 注意不要用力过满 用力过满的话玻璃会把手割上 然后的话就是关倒了 那么我们先把散热器往上提一点点 然后把这个完全防倒来 然后让两面也轻轻地� yeter 开完之后 一面有净的话它会有一点有正反的 一面是光滑的一面是粗糙的人 粗糙的一面对着准备, 我们将方保装和原位, 先将散热器往上提, 和灯的位置差不多, 左右两个手同时往下压, 将它安置到位, 安置到位之后,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线整理, 然后我们就将类上盖, 我们先将喇叭线, 从这个位置把它圈过来, 圈过来之后, 把寒线往后靠一点,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 风扇线一定要出来, 出来之后, 我们再将螺丝固定, 那一带螺丝固定, 把螺丝, 把背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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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缘, 上面也有四印, 这喇叭, 那我们先, 安装进去 安装到位 先这边下去 然后在这边地底下去 您看 现在这个滑盖一开 它就压不到 如果说我们滑盖如果要是没有翻开的话 那么您看我这样一装 是不是压到开关了 当你一打螺丝 这个开关就报废了 所以说这个滑盖一定要滑开 它就在安装主板 安装完主板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线整理整理 不让里面看起来很乱 这样安装到位置后 那我们加螺丝固定图板 螺丝图板固定也是一样的 螺丝打地角 先打这个 然后再打这个 地角的螺丝 然后再打这个螺丝 五颗螺丝 一颗都不能少 烤的话按键就会卡键 好 我们把这个主板对的滑盖 我们把这个滑到枝均的排线推起来 贴排线的同时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是先把盖子打拆 然后排线水平插出去 然后跟这盖子往下压 压之后我们留意这个露出来的这个黑色 黑色边缘这个排线上的边缘 是不是水平等的两边的宽度是不是一样 如果两边宽度不一致 可能就是这个排线就装斜了 好 我们把盘的排线装完之后 然后再安装这个 然后再连接这个风扇 将风扇连接起来 然后呢 再连接这个电银的5G线 电电线 安装到位置后 然后排线 这个5G线 尽量找速 让盘开机的时候 能看到机器内部是整洁的 然后现在就可以 滑盖就可以 肆意的这样 开关 剩下一步的话就是 我们将面盖 慢慢进行 进行 进行之后 把面盖带起来 面盖带起来 翻检 加螺丝 放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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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把螺丝也是一样 把地脚 放进去 然后再把地脚 放进去 然后再把地脚 再把地脚 放进去 好 那么我们这段工作做完了的话 基本上来说 基本上来说 这个测试 这个清潜的过程 就已经完了 那如果说我们清潜 测试之后 机器是好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 这些都比较轻易 可以用小刀面 这样轻轻的 可以用小刀面 或者是打一个复链面 比安全的话 可以打到复链面 刀的话容易刮刷 好 大概 然后这个 这个搞完之后 你可以入酒精 将加进去 将胶擦起来 进去 清晨的步骤就是这样